四年前新冠肺炎爆發初期 美国机关署火速公布防疫指南 包含严格的1.8公尺社交距离 儿童口罩令等 制定防疫政策的 美国前防疫指挥官佛奇 出席美国众议院听证会 既然承认有些规定是备掰出来的 佛奇承认 社交距离和儿童口罩令 缺乏科学根据 多数是被编造突然出现的 还说自己已经不记得 政策制定过程了 后续也没有追踪 戴口罩对儿童的影响 回顾佛奇当年 可是对美国人耳提面命 要遵守防疫指引 也有不少专家认为 社交距离虽然没有科学根据 但确实有助于防疫 而美国卫生研究院指出 戴口罩对学生的读写能力 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有的还有忧郁焦虑等现象 坏处更多 让众议员们气炸 痛批佛奇乱定政策 危害人类 应该要关进监狱 84岁的佛奇博士 坐镇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 院长38年 经历过7任总统 走过艾滋病 挺过新冠疫情被封神 如今承认政策 没有科学根据 让众议员部分党派都围剿 跌落神坛 记者王信运报导 谢谢 cription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